各位,短片時間是2019年11月25日 這裏就是澳洲東岸 晚上10點 民主派泛民那邊 在今次的區議會選舉大獲全勝 很多席位都被取得了 所以未來四年也是他們交功課的時候 他們在區內為居民服務 居民有什麼問題之類 就可以直接找他們當選的區議員 他們能不能夠交到功課 我們拭目以待 看看這些民主派議員出來之後 成為議員之後可以做些什麼 例如區內 道路、交通燈、連儂牆 地磚、塞車問題 垃圾箱的不夠 分得不夠 又經常被破壞 大廈的後巷之類的衛生問題 暴徒四處破壞之後 收拾殘局 新界北、西界中、西公路 單車警不夠 很危險 例如軍地鴨寮 平邪村路間垃圾堆積如山 或者各條過了公路 公廁不足之類 這些問題大家就要努力 告訴區議員 請他們在這四年任內 解決這些問題 看看他們可不可以交足功課 大家千萬不要 讓區議員做太多 要不然做死了他們 大家就沒有人幫忙 所以就適當地把這些社會問題解決 看看現在這批當選的區議員 可不可以交一些功課給大家看 祝香港繼續進步 當然在現在的情況 暴徒拼命破壞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這些區議員都很頭痛 你不可以在破壞後 可以在短時間之內 恢復社會的列序和設施 看看區議員可以做些什麼 大家拭目以待 拜拜